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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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呢也當然不甘示弱 對不對 我們這麼優秀的人才 送到美國去研究和工作 回來當然要做一點好玩的 所以台灣只能在1979年 1976年到1988年 尤其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後呢 我自己感覺那個時候野心更大 為什麼 誰都管不了 以前在聯合國還有影響的人 退出聯合國之後 Who care 而且會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蔣軍國先生就開始規劃 在桃園農堂裡面做核武 核武計畫 那麼那個時候有一個張宣義先生 大家也知道 是MIT的核工理由的 那麼在美國之後就被 被收納了 那回來台灣去行 他說到副所長 那1988年就逃羅 把所有的資料帶走 為什麼快逃離開 原因是找些美國 就知道台灣在搞這個事情 透過很多外交的政治的關係去施壓 但是啊 我們可能可以想像那個時候 美國人都拋棄我們啊 1979年就拋棄我們啊 那我 Who care 所以就搞起來了 那麼所以這個 這個中科研的計畫呢 就最後強力的干預之下 就開始複腫 不過這個有後遺症 後遺症 那以下就是我要講後遺症 所以這個時間順序應該在1970的中後期 一直到之後呢 台灣的補塞的問題呢 是才開始浮現 在1982年始業的時候呢 這個1982年喔 桃園新龍鋼鐵廠 因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 很多人要蓋房子 那我們沒有鋼鐵 所以就從外面進口 有時候來不及 有時候驗關不夠 所以就是做開始做回收業 回收的時候 就所有的破銅爛鐵都收起來 收到鋼鐵廠去 重新熔煉出來 就是新的鋼鐵就可以用 鐵本身是可以不斷地使用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新龍鋼鐵廠不小心收了 不少幾噸的這種 礦色色鹽 那我們有時候叫做 礦色的孤兒 那麼在1983年金山合一廠 蓋水池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鋼鐵 蓋水池的時候有進出一些 進一些鋼鐵材料 鐵料但是有時候 尺寸不合又跑出來 那金山合電廠就撤到了 這個鋼鐵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的台電跟研能文會 其實在1983年就知道 我們國內有一些鋼金 鋼鐵是有污染的 到底是誰生產的 那時候可能不見得很清楚 1983年的時候 天某中國商業也被撤到 現在看到的是已經拆下來一棟 那麼到了1984年的時候 美國波士東跟加州呢 就發現 有台灣出口的金屬加工產品 是有污染的 那麼 那到了1985年的時候 所以從這個發生 差不多三年之後呢 有可能發現台灣的 輻射鋼金的房子 但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行政上出現了一個問題 一個 閃失 所以我們就延到1992年 又拖了七年 所以整個鋼鐵生產 一直到 大量的輻射鋼金的房子被發現 拖了十年 中間有好幾次有可能會找到 就是說我想有時候在抓壞人的時候 你可能 有時候抓到他的鄰機或什麼 有可能找到 如果你稍微要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不小心 他就跑掉了 對不對 美國在這個 同一年的十一月的時候 就在加州的一些 就像我們的B&Q這種 五金的大賣場 就發現說 有台灣進來賣的這些水管 有輻射污染 那一般 如果產品有問題的話 就透過商業或是外交的管道 所以美國那時候 已經跟我們斷交 所以就透過這個AIT 告訴我們原子人委會 所以我們原子人委會 實際上是有這一份美國 偵測到我們有污染產品的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 進到我們的政府部門裡面 就失落了 所以新龍鋼鐵床1983年 生產這麼多鋼鐵 大的粗鋼之後 變成很多小的細的 做成金屬加工 送到美國去 美國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去找 那什麼時候 我們才自己找到呢 就是1985年的時候 有一個牙科醫師本來在南京東路開業 我們國內的法規是說 如果你要X光機器 搬遷診所之後 搬完之後 設定好之後 這個X光還要再偵測一次 那就請儀器公司幫你測量 儀器公司派冷機 測量之後發現 整個診所都是很高的放射線了 那麼GAMMA射線是X光 基本上能量很接近 所以分不得開 唯一的能夠分開X光線跟GAMMA射線 X光線就是X光機出來的 GAMMA射線是在黃子裡面的鋼筋 就是把電拔掉 X光機如果電拔掉 它就沒有X光 可是這個偵測的公司 發現有問題就跟圓哲人回報告 圓哲人會派一群人馬去 因為第一次發現了 很緊張啊 測量完之後 就跟牙科醫師說 對不起啊 你的機器在搬線的時候出問題 所以不能夠給你使用指照 你只能看看牙齒 不能夠照來照 那這個事情怎麼冒出來呢 你說有好幾次那個東西 真香要跑出來 又有人把它蓋住嘛 對不對 怎麼冒出來呢 那靠媒體 1992年 這個已經拖了七年之後呢 廈門街有一個台電員工宿舍 這個家裡的爸爸是一和二廠的 工程師回家帶一個機器 放在桌子上 然後小孩子小學吧 就拿著機器說 欸這好玩啊 你家裡如果iPad小孩子拿去玩啊 他就到處去說 欸怎麼我們家裡後面的陽台 荒色線很強欸 爸爸為什麼可能啊 這事情呢 這事情 那那個宿舍是台電蓋的啊 他爸爸在台電公司工作啊 他不小心被媒體知道 好像聯合報什麼知道 那另外弄一個小新聞呢 被這個自由時報一個彭國偉先生抓到 他就 他就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行政部門 言論會裡面有一些內部 有人想升遷的管道啊 所以記者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的新聞 所以呢 他就聽說台北是龍江街 那邊有一個地方有胡適鋼街 為什麼知道啊 因為七年前 起研牙科在二樓 就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當然會把資料放出去 所以那個 那他就帶著一個偵測去呢 從龍江街走 龍江街很短啊 還好很短 如果是中山北路 那就沒轍了 他走到這個樓梯間 這是樓梯間 樓梯間 在這個門口啊 這兩邊的鐵門嘛 就我們一般的建公寓的建築物 七樓的建築物 就在龍江街就 他就撤到了 好了 他撤到就是跟 連任會的一些官員說 欸我撤到了 你要不要告訴我還有沒有 他說不能講了啦 那他說 我給你三天 你不講我就爆料出來 不行不行啊 這個事情 一查下去還得了 是誰把消息講出去 所以他後來就自由時報 就手辦出來 那從此呢 從此呢 這事情 在社會化展上就不一樣 所以這事情 這個是他的電梯 很粗的鋼筋 可以看到這麼粗的鋼筋 像比我們的拇指得還大的 裡面有很強烈的孤六石 那如果我們看這個核能研究所 1994年的報告 他有孤六石 有攝一山氣 有殘留的攝一山氣 這攝一山氣如果真的很多 那就是核能電廠出來 如果不夠多 那就是醫療的 或者是工業檢測用 所以截至目前 元凶是誰 誰把這方式也丟出去呢 丟在馬路上 讓人家回收不管 到現在 誰都不認帳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是陸續就發現很多 複色鋼筋房子 這是在中和 中和 那這是我們發現 最高 世界上最強的這個 在新莊瓊泥路 這種房子現在拆掉了 蓋成非常漂亮的大樓 就在河邊 那麼它的荒色計量大概 我們背景的五千倍以上 所以 那中山別路也有卡拉OK 連日本人也後來很關心 所以在查順 那幾個卡拉OK是日本觀光哥特別喜歡來 他們做成書 做成書 那麼所以呢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就是 在這段時間有很多 副六十的房子啊 鋼筋的生產和形成 但是呢 也能為這個 負責管理的單位 沒有積極把它找出來 拖了七年之後才出來 那後來就開始去拆啊 你可以看去鋼筋 鋼筋在蓋的時候 工人不知道它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哪一根是有複色複染 所以 蓋得 就是到處都有 所以你變成就很難去算